有一座桥横跨南北穿越古今 而来七百余载 此桥就是万宁桥 也被誉为中轴线第一桥 是北京中轴线与京航大运河交汇处的一颗文化明珠 万宁桥形成于元代 它对于北京城悬址 以及我们中轴线的形成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原始组忽必烈 他要修北京城 修大都城 他把城址从莲花池流域 迁移到高粱河畔 以高粱河畔的白莲潭 到了元朝他们叫海子 也叫积水潭 以这个大片水域 把它作为都城的一个核心区域 他为了把这片水包到大都城里头 他要设一个中心点 那么这个中心点就是以这个海子 也就是现在石上海东北 它设立为全城的中心点 然后呢 以这个海子向东最突出的一个边缘 就是现在我们万宁桥所在的这个点 这个点和中心台连成一条紫线 这条线就成了元代的中招线 成因核心 核因桥通 万宁桥旁玉河两侧 分布着六只镇水神兽石雕 吴文涛介绍神兽为龙生九子之一的公父 其中一尊元代镇水兽 已在此矗立750余年 万宁桥东西两侧 南北两岸 一共有六尊镇水兽 那么这六尊镇水兽呢 传说呢 它是龙生九子当中的一子公父 它有一个特点叫口阔 肚大 就是嘴巴宽 肚子大 它能吸水 吞水 它是一种喜欢吃这个河里的河妖的 它的寓意就是保证这个河里风平浪静 不要闹水灾 保河边水边的人们一方平安 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东北岸的这个 现在可能看不清了 以前这个它的下额就是底下还刻有 自元四年九月刻字这个镇水兽 是元代的遗物了 万宁桥西侧四只镇水神兽石雕 分别分布在河道的南北两岸 每侧水上水下各一只 中间有一龙珠 组成了二龙细珠 吴文涛说 这些水神兽在古代 兼居测试水位的要值 当这个水位淹没了岸上的 镇水兽的爪子了 说明水位要高 要注意防洪防迅 如果水位在这个龙珠的位置 就是两个龙中间这个龙珠的位置 说明是平常水位可以正常的走出来行船 如果水位露出了水底下那个龙头了 那说明水位已经很低了 不利于行船 船容易搁浅 吴文涛表示 元朝市的万宁桥是重要交通枢纽 多年来万宁桥历经变迁 它既是北京城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也是北京曹运发展的见证者 我们看到现在的桥很矮 可是在这个元朝的时候 那可不是这么矮的 首先我们京城的地面就比现在低 水面也比现在低 明清以后由于朝传不通北京城了 它把桥面已经削平了很多了 把上面这个桥拱到桥面上的距离已经削平了 24年以后 它为了这个马路啊 通电车啊 通汽车方便 它首先把桥的两侧的这个引桥垫高了 上世纪90年代 在侯仁志先生的呼吁下 恢复了它一定的历史风貌 比如它的原有 原来的那些桥栏杆望柱啥的 都给重新修起来了 桥栋就是这个桥圈也都进行了加固 如今万宁桥上依然车水马龙 周边景区商铺人头传动 此时为中国农历假成龙年前的最后一周 古老的万宁桥静带正北面中古楼 传来第一声钟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